大家好,我是老白 今天带来的话题是关于香椿和鸡蛋一起食用的问题 很多人都有疑问,究竟能不能一起吃呢?会不会中毒呢? 现在,我来为大家解答一下 首先,我要说的是香椿和鸡蛋一起吃并不会中毒 但是,香椿中含有较高的硝酸盐含量 如果与鸡蛋一起食用,会产生一种叫做亚硝酸盐的物质 如果摄入过量,对人体是有一定的危害性的 因此,为了避免这种化学反应的产生 我们建议在食用香椿和鸡蛋时,最好分开食用 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化学反应 还可以更好地吸收食物中的养分 减少身体的负担,保持健康 总之,虽然香椿和鸡蛋不会产生中毒反应 但是,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分开食用,以保证身体健康 好了,今天的小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也希望大家能关注我老白 下期见